大家好我是微传于夫 2023年3月15日 这个日子绝对是美国司法历史上最为黑暗的一天 就在这一天美国司法部 伙通SEC纽约南区检察院 以捏造的十几条罪名 对郭文贵先生实施拘捕 随后各大被中共控制的媒体 争相报道各路网路潜伏的伪类 更是集体跳脚狂欢 这是已经被中共渗透的美国司法黑手 对于美国法律的一次核打击 再次向美国展示什么叫超限战 他足以摧毁美国引以为傲的 异国资本法律系统 这也是中共覆灭前的垂死挣扎 就在全世界震惊愤怒之余 只有新中国联邦人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并且已经预知结局 战友们储乱不禁满怀斗志的 迎接这波澜壮阔的腥风血矣 是因为有文贵先生挡在我们身前 战友们在期盼战胜归来时 灭共不要停 不要停各司其次的行动 行动行动 这是共产党最为恐惧的事情 共产党你玩了 继续 这是共产党最为恐惧的 is 要来吗ления